2月4号是农历立春节期 也是24节期之首 自秦代以来 中国便将立春视为春季的开始 万物开始复苏 一年四季也由此开启 一春当天 民间素有迎春 打春牛 抢春等民俗活动 在古时 百姓会举行编打春牛仪式 祈求新的一年 五股丰登 在春牛制作和编打方式上 都很有讲究 打春牛它打的是土牛 牛的高矮 各个部位的比例关系 它都有统一的规制 打春牛的鞭子 长是三尺六寸五分 那么象征着一年的365天 在打春牛的时候 它会念着说 一打分条语顺 二打土肥地宣 三打三言开泰 四打四季平安 五打五股丰登 六打 六合同春 七打七星高照 八打 八节康宁 九打九九归一 十打天下太平 表示一年能够丰收 能够吉祥的 从饮食来看 立春当天民间游行咬春 具体吃什么 南北方也有所差异 民间习惯了 吃萝卜 春卷 春饼 成为咬春 春卷和春饼 要包括新鲜的蔬菜 这才有咬春的味道 而且要从头吃到尾 吉祥的 以云 春饼和春卷 它分别代表了南北方人的 这个对春天的一个象征 一般春饼是在北方 那么春卷更多是在南方 立春过后 虽天气逐渐变暖 但气候变化较大 因此建议民众 不要突然减少衣物 做好防风保暖工作 和小新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